石油城克拉马伊 国中节凭借一道招牌才 就闯出了一片天地 而薛洞南的两体店 红火的秘密也在于 独特的切料配料和熬料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新疆味道第六集 克拉马伊年轻 年轻仔诚心仍有活力 但他也足够积淀 黑油在地底亿万年 不甘寂寞的他 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 创业多年 国中节凭借一道招牌才 在克拉马伊闯出了一片天地 无论春夏秋冬 薛洞南的凉皮店都生意兴隆 这些凉皮被克拉马伊人 带到了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 马建明并不是 土生土长的克拉马伊人 但这座城市 却记录了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二十多年 凉酥放进去 搬炒一下 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 这是咱们新疆 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勤劳智慧的克拉马伊人 直征朝夕 奋发有为的 共同开创 更加美好的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月底的克拉马伊 清晨温度降得很低 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 迎来了它的冬天 和往常一样 马建明的一天 从晨跑开始 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马伊人 但这座城市 却记录了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二十多年 马建明自小喜欢画画 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 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 去年 马建明加入了克拉马伊市的 社友创意社 伟社团办公室 画了不少强画 另一间办公室里 社团的年轻人 正在帮马建明准备 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各位社员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 受創意社的碳饪大课 由我们的副社长 马建明 来给大家下个好菜 鼓掌 这个烤肉得用骨子烤吗 好烤肉 好烤肉 事物创意社 由很多年轻的克拉马伊人 组成 是一个一亿会友的民间社团 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 社员有公务员 油田工人 也有生意人 自由职业者 这间教室是社务创意社 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 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 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 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 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 及到他的创意料理 这个菜的成鱼败 炸馕是最主要的 所以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 第一道 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羊肉和馕 好了 现在就馕掐到口处了 看那边香片鸡皮 羊肉入锅爆炒 洋葱必不可少 洋葱 洋葱放进去 翻炒一下 这是咱们新疆 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 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馕条 哎呀 太好吃了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 叫金条炒烤肉 金条炒烤肉 金条就是咱们这馕 代表的金条对吧 嗯 到时候我就可以炫耀 我炒得太 还帅点啊 你翻过了 好 好 好 作为新疆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 克拉玛伊的饮食文化 不仅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特色 还极大程度的 与新疆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相融合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地饮食 马建明做的第二道菜 原料用到的是地方小吃 面废子 做法却很稀释 滚一串 面废子切条 裹上面包汁 入油锅轻炸 油炸后的面废子 入口酥脆 香味浓郁 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酱 让人欲罢不能 有点西餐的感觉 有点 小孩子呀这样子 我让人家吃 要好消化 带点酸甜味 你看 停不下来了 吃吃继续 料也得 你把你洗 没事 杨新兵 今年42岁 二十几岁 就到克拉玛一套生活 很快 就在当地一家 凉皮店安定下来 这一做 就是18年 每天 杨新兵 都要在熟食品 加工基地 完成当天的 凉皮制作 由于销售量较大 工厂早已用 稳定的机器 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 在平底盘上 刷一层薄薄的熟油 倒进一勺面浆 左右轻摇 迅速扑匀 使凉皮薄厚一致 隔水蒸熟 出锅的时间 直接举定了凉皮品质的好坏 每次揭开锅盖时 凉皮必须冒气泡 而出锅时 则一定要有褶皱 这样的凉皮 才算熟透了 熟透的凉皮 柔软透亮 光滑筋道 杨新冰做凉皮的手艺 几乎都是薛洞兰 手把手教会的 现在 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 薛洞兰才会带人 来到加工厂 薛洞兰远吉山东 今年76岁 在克拉玛伊 做了30年的凉皮生意 至今 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 配料 熬料 这锅加了30多味 中药熬制的汤料 正是薛洞兰凉皮 在克拉玛伊 独树一致的招牌 凉皮的风味 还在于 腊油的调配上 香料打磨成粉 和芝麻一起 拌入辣子面中 泼入滚烫的油 香味瞬间 就被激发了出来 那味道 辣中带香 香中透辣 远远的就能闻到 新疆人爱吃凉皮 几乎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凉皮品牌 这种风味小吃 既美味可口 又经济实惠 几块钱 就是一顿美餐 在新疆 凉皮是一种 常年供应的小吃 不受季节限制 无论春夏秋冬 凉皮店的生意 照样兴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赫拉玛伊 兴起了一股 自制凉皮子的热潮 几乎每家 都被有一个 专门用来做凉皮子的 铝制浅盆 虚洞兰家的凉皮 就是在这股热潮中 渐渐形成风味 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延续下来 现在店里每天 要卖出几千份凉皮 这些凉皮被克拉玛伊人 带到了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一位 现在 也在新的 各地 对 与美国 这位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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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这位 《二十》 这个 戴上 这位 下午国中节准备招待的客人 王健新还在课堂上讲课 王健新今年53岁 克拉玛伊人 从事玉雕行业近十年 是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 最近他硬要为克拉玛伊一家企业 开办玉雕培训课 课时三个月 培训对象是一些想要学习 玉雕手艺的残疾人 从这个从事这个玉雕上面来说 我们克拉玛伊本土从事行业的人 比较少 所以我们克拉玛伊就产金字鱼了 我们的当地政府又在推广金字鱼 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雕刻爱好者 也能给克拉玛伊的金字鱼推广 做点贡献 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为了这次培训 王俭新还专门从乌鲁木齐 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 玉雕大师甘林先生 担任克作教授 金丝玉 据称是世界上最后被发现的鱼 主产于新疆克拉玛伊市 乌尔河魔鬼城附近方圆一百公里的戈壁滩 沙漠等地域 颜色多为金黄金红 内部普遍带有萝卜纹 而得名金丝玉 与举世文明的和田玉相比 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 也就是近十年的事 金丝玉颜色好 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是我国独有的品种 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 是王建新和甘林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 金丝玉雕大师的门 对抢所说的 海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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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疆准嘎尔盆地 克拉玛伊维吾尔语 意为黑油 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 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 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 到1958年 克拉玛伊正式见识 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 都鼓鼓地流淌着石油 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 与石油有关 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 以石油为生 而像崔瑞东这样 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 在克拉玛伊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都把自己称作 克拉玛伊的第三代石油人 在很多年以前吧 就是我们爷爷辈 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 就发现了石油 35岁的崔瑞东 是西部钻探克拉玛伊钻井公司 70203队的队长 见书记 18年石油工人的经历 让他对钻井队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尤其每一次工程任务的开始 和结束阶段 都是他最忙的时候 这口井呢 我们是目前北江这块吧 可能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 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 历时四个月吧 大家都挺辛苦 从盛夏到出动 工程非常顺利地全面结束了 按照惯例 崔瑞东安排井上 专门买了两只羊 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 庆功宴 70203队 有20多名队员 其中包括有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蒙古族 茴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 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 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 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 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 而对于新疆人来说 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 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 肉质细嫩 香而不搀 选新鲜带骨 有一点肥的羊肉 切大块 先用开水烫一下 除去浮沫 再用小火慢炖 到肉熟七分的时候 把大块的胡萝卜 土豆 洋葱放入 继续炖煮 每年开始 就是一上转 转盘一转起来 所有的人 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子 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 只有顾完景 到了今天完景的这一天 才是我们全队放松那一天 心情特别 戈壁摊上 井队的庆宫宴开始了 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 井队又要搬家 赶赴下一个区域 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 这一年的春节 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 考虑再三 翠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 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 翠瑞东舍不得让他结束得太快 而年轻美丽的克拉玛伊 就是被这些与石油为伴的人建设 被这些与玉石相伴的人扮美 被这些时时刻刻 热爱生活 勤奋工作的人 点亮着全新的辉煌 与未来 夏天的来临 给哈蜜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人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必然是品尝一口中外文明的哈蜜瓜 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哈蜜 今天请大家品尝的哈蜜瓜 是西州蜜17号 它的含糖度是15% 晚饭后 班俊峰开始为明天的哈蜜瓜宴 准备哈蜜瓜干 晾制哈蜜瓜干的方法很简单 将新鲜哈蜜瓜掏子去皮后 切成四五厘米宽的瓜条 刮在铁钩上晾晒 用牙签分开刮片 为的是晾晒均匀 哈蜜下夜里干燥的空气和微凉的晚风 会帮助哈蜜瓜完成脱水蜕变的过程 作为哈蜜最早的哈蜜瓜宴研制者 班俊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创制和规范了哈蜜瓜宴 并作为哈蜜的代表宴席 风静了整整十年 班俊峰的看家菜是驼掌蒸瓜干 驼掌去壳用生姜和料酒反复煮沸 清理干净 踢骨处理后的驼掌放入砂锅 依次加入老母鸡 牛排 葱姜 八角等数十种配料 炖煮十个小时 炖煮软烂的驼掌切片后 与哈蜜瓜干一起码盘 还要再蒸十分钟才能出锅 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换来这样极致的美味 进入了咸鲜味的哈蜜瓜干 仍保有脆甜可口的水果口感 驼掌却得益于哈蜜瓜的清香 完全没有了星山 口感又糯又弹 风味独特 这里是伯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伯勒市贝林哈尔莫东乡 夏热勒金村 没有人会想到 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小村庄 会出现近乎三百里 旱旦发荷花的美景 而实现这个美景的 就是48岁的王彦林 王彦林是土生土长的贝林哈日莫敦乡人 受父亲影响 他从小就喜欢荷花 14年前 王彦林放弃了朝十晚八的工作 找了一块地方开始种荷花 荷叶粉蒸肉 接见一道南方名菜 王彦林将牛肉腌制入味后 与糯米一起裹入荷叶中 上锅蒸熟 其味清香 肉质咸鲜适口 非常美味 软炸荷花 是济南名菜 是把新鲜的荷花瓣洗净 裹上面糊炸酥后 沾上白糖或蜂蜜食用 橙菜颜色淡雅 百里透红 十枝酥软芳香 甜美爽口 是夏季沿袭上的实鲜甜菜 从花瓣荷叶莲藕 到鱼虾螃蟹 王彦林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 描绘着很多人 想都不敢想的美好蓝图 巴黎昆的夏天 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 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 正在晾晒的野蘑菇 从山上下来 弥阳春一家人 就忙着对采来的蘑菇进行处理 蘑菇表面泥沙杂物 要轻轻刷掉 然后切成薄片亮晒 草原夏天强烈的紫外线 会很快筛去蘑菇里的水分 而将所有浓鲜的味道保留下来 野蘑菇干要先放进温水里浸泡 再将当地土鸡切成大块 下入凉水锅中去斜水 以保证汤色清凉 在开锅后的鸡汤里 加入泡好的野蘑菇 姜片 枸杞 继续炖煮四十分钟 撒上葱花香菜 一锅美味的野蘑菇炖鸡 就做好了 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最最最最怀念的 就是我母亲做的饭吧 对 然后特别好吃 夏天 十八里坤旅游业的高峰 农家宴的生意很忙 弥阳春的每一天 也都过得忙忙碌碌 在家人面前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想法 但那个青春的梦想 却一秒钟也没有 从她年轻的心里离开过 脑海里面永远要留着两个味道 一个就是 汽车上97号汽油的味道 还有一个一定是我妈做的 野蘑菇炒肉的味道 吐鲁番 以其酷热的气候 文明于世 夏日正午 当地人会利用滚烫的沙子 制作一种特别简单的美食 沙子烤蛋 在吐鲁番 素油鸡蛋不用烤 沙子焖就好的说法 最好的沙子烤蛋是带有糖心的 包开蛋壳撒上盐和孜然粉 趁热食用 别有一般风味 王中原起了个大早 到朋友鱼塘里去打几条鱼 今天他约了几个老乡来自己店里聚餐 他的妻子王品荣正在采摘焦蒿 在新疆 焦蒿常常被人们用来炖鱼 在没有冰箱的年代 人们会把焦蒿晒干 以备冬季食用 将草鱼洗净 在鱼被捕切花刀 然后将葱段 姜片和秘制腌料 均匀地吐在鱼身上 充分盐滋 王宗原和妻子老家都在四川 1996年他们来到昌吉 三年后 他们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 王宗原在各种烹饪大赛中获奖无数 这也使得他家的生意一直红红活活 肉质鲜美的草鱼 与异乡扑鼻的焦蒿 共同产生了奇妙的田园风味 利用炖鱼的时间 王宗原和妻子又自己磨起了玉米面 将面粉和磨好的玉米粉一起和面 煎熬成金黄香酥的玉米饼 把焦蒿放入浓稠的鱼汤之中滚煮片刻 然后平铺在鱼身上 在这个最热的夏天 同处异地的老乡们就这样 以自己的方式相互关爱与陪伴着 在新疆 以前的人们基本都是靠院里的地窖 储存过冬食物 现在家家住进楼房 这种地窖也就非常罕见了 陈文强家的冰窖 长六米 宽四米 高六米 每年寒冬腊月时 往冰窖四壁上泼水 水顺着墙壁流下 并随着降温而结冰 相传世界上最早的冰质冷饮 起源于中国 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冬天将冰块注存在地窖里 夏天再拿出来享用 每天早上 陈文强就要和哥哥陈文君 把存了一冬的冰块 拖上来一些 砸成大块清洗干净 制作需要的雪花凉 这种设备外层式木桶 里面是一个可旋转的铁桶 在两个桶之间的夹层中 放入清洗过的冰块和粗盐 较藏的天然冰块密度较高 可存放一天都不花 陈文强往纯净水中 加入砂糖和黄白两种颜色的冰糖 使劲搅拌 融化后的纯净水 呈现出明亮的柠檬黄色 兄弟俩熟练地拉动着麻绳 用这种叫冰和粗盐摩擦的方式制冷 一个多小时后 铁皮桶里的糖水 慢慢被冷却成冰水相溶的混合液 就成了其台著名的夏日冷饮 雪花凉 午饭吃过后 雪花凉已经制作完成了 三年前 陈文强兄弟俩接受了父母 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冷饮摊 并一直坚持用老方法来制作雪花凉 不止在奇台 就算在新疆 这种方式也都不多见了 夏日悄悄退去 新疆大地上的秋天已经来临 人们终于走过酷暑 迎来了属于丰收的季节